今天帶大家去暫建鐵路展 它是4月27日開放到這個年底 是免費參觀 但是需要預約的 預約條link我放在我的視頻裡面 港鐵為慶祝服務香港45載在紅磡站內推出名為 暫建鐵路展將於2024年4月27日開放 預約免費入場參觀 展期暫定至年底 每次參觀時間為75分鐘 展出物品包括三輛已退役列車和齡部件 其中包括英國製造的東鐵線第一代電氣化列車 黃頭 中期翻新列車 烏鷹頭 以及56號柴油電動機車 杜利華號 環油超過百建鐵路珍藏工參觀者拍照留念 展場內也設有 即影即有和紅磡一番街等娛樂區 鐵路愛好者千萬不要錯過 在紅磡一番街 在紅磡站的C1出口附近 就看到這個 站建鐵路展的入口 進去看到一條時光隧道 左右手的景物都不同 然後轉回頭 你會看到 現在比較現代化的另一個畫面 這個時光隧道 大家記住 細心欣賞 如果參觀戰覽的時候 你會看到 變成了現代化的建築 和火車頭 我不會說說左右手什麼 因為你去參觀的時候 他有個介紹給你聽 你可以看到這個當然是水撥 你看到這個大解體 就是大解體 就是你去查看的大解體 你看到上面有一個行車指南 是很簡單的行車指南 當時只有三幾條線 前面有雷達中 在我們右邊上面有雷達中 大家見過 再看看一些標記牌 一些是黃色 是Low Big 藍色 還有綠色的培訓 紅色的攝錄器 還有很多考察燈 蝴蝶燈 如果大家在地鐵製造 就會清楚 還有很多職員 拿回自己的珍藏 當初是有些票 或者有些紀念賊 或者是通車 銀票 都是很多 磁碟 還有一些員工打卡 台帳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一柴 兩柴 和花 如果你是地鐵製造 你就知道這些術語 還有一些TSR 那些Panel 都在這裡 很多的 遠工搜查 指引 那些 來拍照 即可 這種 也 幾百分 來拍照 作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